今天要介紹的是 這應該是高斯吧 HS108T 那它最大特色一個就是乾電池 就是你是可以換的 隨時可以換 然後再來就是108配列 那這個是幫朋友組的 那其實也沒有說特別改造什麼 主要就是加了 夾西棉 破龍夾西棉 走下墊 然後還有底棉 那可以看到它的劍帽其實做得還算不錯 沒有什麼毛刺啊那些 高斯其實它是 入門的一個 算是不錯的選擇 這次配的是金粉軸 這是它的數字區的Enter 其實它的字 和它的PPT其實做得一直都還算不錯 包裝也還是算是精緻 而且很繽紛 這次就是它的出廠 它的按鍵聲 其實配上金粉軸就還不錯 只是稍微有點空腔音 只是稍微有點空腔音 這個Shift就 有鋼絲音還有雜音 Enter有稍微 可以加軸摩擦的聲音 現在先聽吃掉會有對比 我覺得這個鍵盤最 困難的地方 就是拆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上蓋 我拆了很久 大概十分鐘 好 例行公司 就是先把軸 鍵帽這些拔下來 然後加 夾心棉 走下墊底棉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加它的聲音包 剛剛我把那個多餘的PCB上面的油 把它擦掉 那 這把鍵盤其實它算是 我覺得算是非常屬於生產力的 你說它是客製化 完全不是 它是量產 那 算是機械鍵盤一個 你不太會改裝的人 你可以去買 但是你如果要加這個 其實 我就不一定會那麼推 推薦 因為 你如果既然都有這個動手能力的話 有更多套件可以選擇 它會更好 當然 我 把 大鍵的部分 有 比較有鋼絲音的 我把它換成那個 不獲者的衛星軸 那其實改善蠻多的 那我這邊其實調了蠻久 就是 後來發現 造成鋼絲音 我這把造成鋼絲音的最大原因 是那個 甲軸裡面的潤滑值不夠多 那 甲軸裡面 潤滑值 你也不能多到它 剛是穿過去的時候把它擠出來 然後造成 甲軸活動的時候被黏住 這樣就非常的肉 是我發現最大的問題 那金粉軸其實它就是屬於輕壓力的 手感就是 很輕彈 好 插電 這把是三模的 有 其他外觀細節 我就沒有多去做特寫 它主要就是 Focus在這個 加了甲心綿以後 加了甲心綿走下點 還有 甲心綿走下點 底綿 這三個 以後它的聲音上面的 這個變化 後面會有對比 所以其實聽了其實蠻明顯的 聲音原本比較閃 有空腔音 後來變得比較集中 比較扎實 現在才能放在這裏 有空腔音 在這裏 把砂糖 放下 這裏 放下 那邊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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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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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這就是我在淘寶上面買的聲音包 大概500塊台幣左右 那下一把我會詳細介紹 你如何用一個入門的客製 從頭到尾去完成一把鍵盤的組裝